健康2.0 凱玉陪你守護全家在升級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覺得這幾年 頸部特別容易痠 特別容易痛 而且很不舒服呢 就來看健保署的統計資料 低頭催人老 跟著科技的進步 不管是20多年前大家開始用電腦 或者用手機等等 你看喔 可能你20歲或者大學畢業左右開始使用 看到沒有 居然就在這個年齡層 50到59歲是在台灣 這個頸椎追尖盤病變最高最高的年齡層 並不是說這個年齡層容易病變 而是因為大家使用習慣改變的關係 所以代表現代人 這個年齡層都是特別容易頸椎病變的 那麼光來看喔 那麼2019年這一年就好了 因為追尖盤病變就醫的人數 更是突破了75萬人 而最近大家很熟悉的藝人李明依呢 他就有這個狀況 他的頸椎追尖盤呢 換了4截的人工追尖盤 手工付了110萬 脖子上掛著戶頸 李明依寫下覺得自己很帥 這個月初11月5號 他因為頸椎軟骨出問題 住院動手術 換了4個人工追尖盤 曬出頸椎X光片 可以清楚看到4個人工追尖盤 看起來像是英文字母H的形狀 花了他110萬元 但是最讓他不滿的是 手術前一天11月4號 開刀新聞爆出之後 健保署才說明 追尖盤從12月1號開始 全額納入健保給付 等於12月開刀能省下23萬元 追尖盤跑出來 然後壓到神經 其實人工追尖盤9月份 經藥物擬定會議同意 每次申請一顆 以全額納入健保給付 李明依質疑 已經討論一兩年 為什麼政府有這個政策 卻不早說 最不理解的重點就是11月4號 開刀前一天 醫生和醫院竟然都還不知道 質疑是開刀消息破光 健保署才公告 不過也有律師持不同看法 認為哪些醫療器材要補助 衛福部不會告訴民眾 是怕有預期心理 本來應該要馬上開刀的 為了要等健保補助 而延誤病情 萬一沒通過 又要求國賠 反酸 國家唯一做錯的 就是沒給藝人特殊待遇 多花錢 心情不美麗 可以理解 但健保署也澄清 幾副規定都會公布在官網上 給醫師和民眾做了解 好 我要問一下小熊維尼醫師 你是骨科方面專家 李明依他換了四節的椎間盤 到底我們頸椎有幾節 他換這樣多不多 我們頸椎我們來數數看 是第一頸椎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總共有七節頸椎 但是一 二節的頸椎 因為他的椎間盤 並沒有椎間盤 所以我們的椎間盤就是有 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個椎間盤 所以這個椎間盤 最常退化的是在我們的 第四 第五 跟第五 跟第六的頸椎的部分 所以只有五個椎間盤 他換了四個 算是嚴重的 如果說剛提到了 大家因為用手機 各種低頭原因 不去理他長期下來 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概就是容易 產生一個頸椎的 前後的關節的退化 當然裡面 就是一個頸椎的 椎間盤的退化 導致後面的神經受壓迫 但是我們後面 有一些小面關節 它也是會 因為我們長期的 往後仰或是 往前彎曲的時候 導致這個地方受壓力 它也會產生退化 然後周邊裡面的一些韌帶 它也會肥後 也會導致神經的壓迫 所以其實我們的頸椎 它其實是一個 在美國 他們其實跟台灣也是一樣 美國比我們更早 就是用3C 所以他們也是在50歲左右 最常換人工椎間盤 所以跟我們一樣 是落在這個族群 是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 真的要特別注意 尤其這些年紀越來越大 就越容易出問題了 是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平常 都要特別保護我們的頸椎 我們的頸椎 因為其實它是從管 你知道我們的下半身 如果是比較簡單的 只是壓到一條神經 可能是一邊麻木 如果是壓破到整個脊髓 可能都影響到下半身 可能會有一些 大小便會受到影響的 好 那麼如果以李明依的情況來說 好了 因為才5個椎間盤 它換了4個 算是在當中換得非常多的 他提到一個原因就是 曾經出過車禍 出車禍 大家不要小看 有時候輕輕椎撞 碰一下 其實影響很大 對 那李明依的狀況 有可能他們叫做 甩鞭症候群 就像鞭子甩出去 像我們有時候 不一定要椎撞 可能只是緊急剎車 大家都很急 剎車的時候 我們頭會先往前甩 然後緊急停的時候 再往後甩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脖子會呈現一個 S型的椎撞這樣子 那裡面的椎間盤 還有韌帶這些都會受到傷害 那我有一個患者 是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就是開車在十字路口 跟人家撞到車子 可是她身上都沒有傷 然後去看X光也都沒有事 可是開始晚上睡覺就 半夜就是 每半個小時就起來尿尿一次 那這樣 因為這樣一直尿尿 她就沒有辦法好好的睡覺 然後其實我們車禍的時候 身上會緊急收縮 來保護我們身上的內臟 所以其實我們的肌肉 就會全部的緊繃 那我們交感神經 就會一直處於興奮狀態 沒有辦法放鬆 所以這個狀況就會導致你的睡眠 受到影響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脊髓如果受到傷害 它X光雖然看不出來 但是其實MRI核磁共振 可能就會發現會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它就會造成 它走路會像那個鴨子 跟企鵝走路這樣子 左右左右這樣走嗎 對 腳直直的 它肌肉沒辦法放鬆 所以我們走路應該大腿 小腿 膝蓋可以彎曲 好 正常是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走 然後頸光的時候 它會變腳比較開 然後膝蓋硬硬的 這樣嗎 這樣走 對 會比較這樣走 了解 好 那這種人注意一下 特別是注意一種遊樂設施 就是像那個雲霄飛車 因為雲霄飛車是不是 好像會有這樣 瞬間下去 對 然後還有那個自由落體 大霧神 大霧神 對 這要小心 因為我們老師以前都說 你這樣你要小心 去那個可能 玩玩就癱瘓了 天啊 太恐怖了吧 還有小朋友有時候 喜歡從後面這樣嚇人 推一下 對 那個很危險 OK 今天在我們現場 有急診科的醫師 那麼郭建中醫師 郭醫師 你們在臨床上 在急診送過來的 有沒有這種出車禍 或什麼傷到頸椎的狀況 我非常多 這個自從安全帽 開始實施之後 以前頭部外傷直接就掛了 可是現在有安全帽 做預防之後 那車禍之後 頭部保護住了 可是頸椎 反而多了一顆安全帽的重量 甩編的效果更大 所以頸椎受傷更多 而且就癱瘓掉 曾經我有在這個 我在花蓮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這個 機車騎士酒駕 然後在路邊 就車禍 躺在路邊三天 救護車去接他的時候 發現他頭部一個 很大的撕裂傷 裡面都長蛆了 好可怕 他送到救護車上來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我救護車上有電 有電 很奇怪 救護車上怎麼會有電 後來我們就懂了 因為在搬運的過程中 可能又造成一次傷害 所以他整個電下去 那個神經受到 很快的壓迫之後 就整個電下去 所以他就造成二次傷害 本來手還可以舉的 後來就不能舉這樣 就變成四肢癱瘓 OK 所以車禍的 還有哪一些你在臨床上 看到傷到頸椎 還有就是高處最柔的 還有腳踏車 下坡的時候翻車有沒有 這真的很容易 一刷車就翻滾 然後脖子就受傷了 就癱瘓掉了 還有那個練啦啦隊是不是 啦啦隊也有 啦啦隊高空翻滾的時候 體操選手很多都有 像有很多的體操高難度的動作 現在都被奧運禁止了 就是因為太危險了 對 好 剛看到李明依的狀況 他居然五個椎間盤 換了四個 當然對生活有很大的影響 才會去動 這麼大的手術 而且他自費了110萬元 那到底我們的頸椎 總共七節 我們知道頸椎 如果真的受傷的話 全身是會癱瘓的 是的 好 他每一節管哪些地方 李明依他一開始說 他是有點麻 然後麻到背上 或者還有哪一些警訊 我們的頸椎 其實就是總共七節 我們最常退化的 大概就是四五 所以一般很多病人來 都是會說我們的 這個第四節跟第五節 就是後背的地方 還有就是我們的肩膀 往下到拇指的地方 是第六頸椎 這四五六 這邊產生神經的壓迫 那我們比較簡單的技法就是 往前 大概是第四 手要往前 抬起來是第四頸椎管的 然後往外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你說抬起來 如果會麻或痛嗎 這代表有問題嗎 抬起來無力的話 無力 抬不起來 這是運動的部分 這是屬於抬起來 會無力 觀眾朋友現在趕快跟著做 抬到平 跟這個肩膀一樣高的地方 第四頸椎 第五頸椎是往外 要重新嗎 還是直接移過去 重新抬 抬起來 抬不起來 或無力 最常見我們可以兩邊比 一邊就無力 那邊就代表那邊的 第五頸椎的頸椎受傷破 然後接下來的是六 就是手肘腕曲 彎而已要不要出力 我們會檢查的時候 醫生會跟病人對抗 看到腕曲的力量 什麼意思 所謂對抗 就是說我會去握你的手腕 然後讓你用力的 要往這邊 這是腕曲 然後我們要用力 這個就是沒問題的 然後如果一拉 它就是放鬆了 兩邊不一樣的時候 就要懷疑它這個 第六的頸神經受壓迫 第七的話是伸直 伸直 伸直不就是還好 就算沒力也看不出來 會嗎 會 就是它會沒有辦法 用力的伸出來 但伸直比較難發現 因為我們身體 自然而然就會伸直 就會下垂 對 所以比較容易發現的是彎曲 伸直不容易發現 另外第八的頸神就是 拇指翹起來的能力 會比較弱一點 要比讚 比好棒的時候 比不出來 它會比較沒力是不是 對 但是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自己的運動無力 所以大部分人 最後都要回過來 就是看它哪邊麻 是 像我們的大拇指 沿著手背一直麻到 我們的肩膀的地方 是第六頸神經 然後第七的話 這是我們的 中 第二指跟中指 對 然後我們的第八的話 是我們的第四指跟第五指 好 那這個是 大家在表徵上面 但是它到底管哪些地方 既然肚子跟手有關 為什麼會造成全身癱瘓 而且你剛剛說 大小便會失禁 主要是我們的脊椎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是從我們的 腦部一直延伸下來 所以其實所有的神經 都要經過我們的頸椎 再往下到胸椎管瘴氣 然後到下肢管 我們的腳的走路 還有大小便 那我們一般人 常講說是頸椎去壓迫 這是屬於講到我們的 脊椎症候菌裡面的 這個神經 神經根症候菌 只有壓迫到單一的神經根 那如果是壓迫到脊椎 要脊椎的 脊椎類 就是說我們壓迫到 我們脊椎的中間 脊椎中間就是 我們從下肢神經 一直往上回傳感覺 然後運動是從大腦 一直往下傳 所以壓迫到這些地方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 下半身的部分的運動 還有大小便的功能 等於根本完全沒辦法傳到就對了 是的 好 那現在因為大家低頭比較多 而且剛剛提到了 騎摩托車就是得戴安全帽 所以現在變成大家頸部壓力 比較大一點 常常睡起來就覺得痠痠痛痛 這個時候到底 我們可以注意些什麼 事實上我們都以為 我們的結構是睡歪的 但其實是在你睡覺前 醒著的時候就已經歪了 包括剛剛講的這些老損 還有一些外傷 我們常常有患者說 他花幾十萬 找不到一個好的枕頭 事實上 他是沒有一個好的脖子 所以在治療結構 跟挑選寢具其實同樣重要的 可能結構都要先治療 但是在治療前 睡覺應該怎麼睡 大家知道 飯店有兩顆枕頭 是做什麼用的 想說是不是讓大家看電視 的時候可以墊在背後 做什麼 是這樣嗎 對 我們在看電視時 墊在骨盆後面 的確可以減少腰椎的壓力 但是睡覺的時候 他自己是這樣子用的 怎麼用 首先 我們在睡覺時都習慣是 我們全身躺平 講是打直著睡 但其實這個時候 脊椎其實它的壓力 是比較大的 這時候另一顆枕頭 是這樣子用的 墊在膝蓋底下 是的 在做一些 傷科的治療時 膝蓋底下墊枕頭 其實腰跟頸椎 它的壓力反而最小 因為讓我們脊椎產生壓力 主要第一來自於 腸胃 肚子的部分 第二 腳踝 小腿 讓這兩個地方是彎曲 放鬆的頸椎的壓迫就少了 黃醫師 那我有問題 因為我們曾經 交過觀眾朋友 在膝蓋下方墊 但是我們是說 毛巾捲一捲 到底沒有墊這麼高 到底那個墊的高度 是真的塞一顆枕頭 高低有沒有關係 其實高低 只要讓它不要再 打直的狀態就可以了 這些拉扯 其實在直的時候 它比較傳遞的上去 能夠微彎其實就OK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原本腰有的人 貼不到床的 它也比較難貼到床 脊椎是放鬆的 可是有的人我們不是平躺 他是喜歡側睡 側睡的時候 在一個我們有受傷的情況 緊繃的情況 它會什麼影響呢 我們看兩個肩膀 我們畫一條軸線好了 現在肩膀的 左肩右肩的軸線 跟我們骨盆 左邊右邊的這個軸線 一兩你會發現 它是有一個旋轉的 這個旋轉其實也意味著 你的脊椎也是 像扭毛巾一樣是旋轉的 都會擰出水來的那種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第二顆枕頭也是這樣子用的 在你的膝蓋中間 夾一顆枕頭時 你會發現 上面的膝蓋被抬起來時 骨盆的角度也比較回正 它與肩膀的這個關的角度 就比較不會有一個旋轉 所以厚薄其實也是用這樣算 你看有的人體型大小 骨盆寬窄 去挑一個枕頭 是剛好可以讓你的骨盆跟肩帶 是接近平行的狀態 對 高度剛剛好 好 所以那個枕頭要多少 多厚多薄 是看我們在骨盆那條線 跟在肩膀那條線 而定就對了 有時候先生的跟太太用的 它就不一樣 這個是在睡覺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點 很簡單 大家就可以做 家裡頭的小抱枕拿來 墊在 如果你平躺 墊在膝蓋下 側睡的話就是夾在膝蓋中間 這樣對大家的頸椎 腰椎 都會比較好 廣告之後來看 低頭對於我們有這麼多的傷害 那仰頭又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所謂美容院症候群是什麼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 好 好 好